大家好,我是Caitli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除了韩国之外,我这几个月都去了日本的东京 想趁这条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了什么 正式开始之前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Anna Louisa这个首饰品牌 我上次的台北Vlog 应该有跟大家介绍过我很喜欢的其中三款的饰品 最近我收到他们的饰品 我都觉得非常漂亮,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现在临近的母亲节 如果大家不知道送什么给妈妈好的话 我觉得首饰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Anna Louisa这个牌子的首饰 除了他们的款式很多样化之外 我觉得他们的Quality也相当不错 首先是我手上的这条花花的链 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非常girly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它又没有去到很成熟的feel 所以我觉得不同年纪的人都很适合 这一年我一收到就立即就开了来戴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调整这个松紧 可以符合到大家不同尺寸的需要 第二样就是他们新款的戒指 简单的设计 是一边银色,另一边有碎转的感觉 这只戒指又有的,很适合跟不同类型的戒指 去做一个mix and match 我自己因为没有太多戒指的关系 这样单带我也觉得很好看 唯一一样要比较留意的就是 它的尺寸固定 所以买之前要量好自己手指的尺寸 介绍完戒指之后 就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它们的耳環 发现它们的银色系列 是好心得我心的 所以我这次也是选回银色系列的耳環 这两款都是非常适合做一个母亲节的礼物 首先介绍了这一款 优雅,大一点点华丽的选择 因为你看到它那粒石真的非常闲 我觉得这个耳環很适合 你穿得朴素一点的时候 戴它作为一个点缀 就非常适合了 是这样开合的设计 最后要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妈妈必必的珍珠耳環 圈圈耳環定着一粒珍珠仔 相对刚才的款式是一个比较朴素的选择 我相信这个款式会适合大部分的妈妈 这款式不会特别抢镜 是一个比较低调斯文的耳環 Anna Duvisa最近都在做这个母亲节优惠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在info box里面的连续 现在回到这个战利品的系列 我大约去年8月的时候去日本 入手了我很想要的美容仪器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一个Panasonic的刮沙尔 用这个EMS的原理呢 是令到你的皮肤更加紧致的 通常呢 就会在这个面核灯这两边去使用的 塗一些水质的护肤品 然后呢 沿着这个位置 慢慢去做一个按摩 感觉到用它的时候呢 皮肤在抖 好像有一些很轻微的电流 在你的面上经过 这样的 那我自己觉得呢 它虽然 就是说瘦面 但是其实呢 瘦面的效果呢 就不会说很夸张的 比较好用的地方呢 就是如果你早上做水肿的时候呢 用它呢 用可能5分钟左右呢 你的肿已经可以慢慢烧了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位置是不错的 那这两个端端位呢 其实它也可以发现你 刺激这些眼的穴位 去令到眼睛没有那么疲劳 EMS那里呢 就有5个阶段可以选择 而这个暖度呢 就有2个阶段可以选择 那这个买回来 我自己也挺劲力去用的 所以我觉得 虽然它单价是贵啦 真的贵啦 因为用得多呢 这个cost per use 就低了 用的话呢 其实也挺会本的 好 第二样东西呢 Yarman的屯毛耳 它是需要插着电线使用的 对啦 那我为了方便展示出来 就拿电线出来啦 几个强度可以选择的 那使用起来是怎么用呢 首先呢 你就是要把你想清除的毛发 刮走它 慢慢这样按它 它就会发出一个闪光出来 那我自己呢 有没有说好推这部东西呢 我就普普通通啦 因为我觉得呢 用起上来也不是非常紧手 因为它的手机呢 偏大部和重啦 那还要拆电线去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有些位置呢 其实就操作起上来 就不太方便 所以其实呢 我这个脱毛肌呢 其实用了不超过五次啦 长期用才看到功效啦 所以呢 我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那些毛呢 都是会这样 很快地散出来 所以你问我是不是好推这部东西呢 我就 我觉得你要努力啦 如果你不努力 像我这样的话呢 我就觉得 不如不要买啦 接着就跟大家说一下 绝毛紧有的三款的化妆品 相信大家不陌生了 我现在很喜欢用它啦 妆前鱼啦 那这个妆前鱼呢 其实我之前看到很多人推荐 所以买啦 我也觉得它非常好用啦 尤其是秋冬季的时候呢 用它呢 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呢 是没那么干的 它还有挺高的防晒的 那它是有SPF加 然后有四个加那么多的 加上它是有少少调色的效果啦 这出来呢 你会看到呢 是有点浴色的 那呢 你擦开它呢 有少少灵灵的啦 然后擦完之后呢 那个肤色又有轻微白了少少的感觉 那我觉得呢 都挺自然啦 还有有时如果不是 真是很需要化妆的时候呢 我都会简单擦它作为一个防晒 那所以我自己秋冬都很喜欢用这一枝 对啦 另外呢 配合这一枝的妆前鱼啦 我都买了它们的粉底液 又是超级好用的 我想说 因为呢 这个粉底液呢 它是又拌了一些精华在里面 所以呢 在秋冬的时候 是真的一点都不干啦 我真的超级喜欢用 我接下来又去韩国啦 所以我应该都会戴着它 而且它的颜色也是很适合我的肤色啦 非常之水润的一个粉底液来的 所以我最近呢 如果不是太热的天气呢 我都很喜欢用它作为我的底妆 所以呢 这两枝我都超级推荐大家去买的 然后呢 就想跟大家介绍这个遮瑕的膏 那它这个呢 是四色遮瑕来的 但是呢 主要用的呢 其实我是用这颜色 和 橙橙的这颜色啦 其余那两颜色呢 就不是很常用的 那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 它是非常之 易推的质地啦 所以呢 厚薄呢 可以自己很轻松拿捏得到 那和它的颜色呢 都很適合我的皮肤的颜色啦 那所以呢 我自己很喜欢用啦 它一盒里面呢 就会有两枝掃 大范围少少的遮瑕啦 另外一枝呢 就是可能遮一些痘痘用 那另外一边呢 也有个海绵头呢 可以帮你去遮一些痘痘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难遮的一些瑕疵位 我自己呢 都很喜欢用的关系 所以我呢 是周围和人说这一枝遮瑕膏 真的超级无敌好用 所以如果大家呢 去日本的话 不妨可以买啦 那这个遮瑕膏呢 其实都不便宜的 好像都三百多元 但是香港更贵 所以大家有需要入手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 在东京买的 虽然不是今次买 都想分享一下这个 NB的遮瑕膏 不不不不不 因为我都觉得它真的很难用 它呢 里面的颜色呢 是比较橙和比较黄 那我用到下去 我觉得它是很难推 在我臉上呢 就不太match 那所以这个呢 其实我用了不太多次 那所以呢 我自己呢 就不太推这个MBE 那另外一样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濕片纹 买了这个DHC的综合维他命 那我另外也有买过B集 和维他命D 那后来觉得 不如索性买个综合维他命更方便 所以我这次就入手了 虽然吃下去大部分都是心理作用 但是 因为它的性价比也挺高 所以我就 之后都应该会继续买这一款 日本真的最后一样的战利粉 我真的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买这么多 就是这个休足时间 对啦 那因为去日本那几天 都走得比较多 脚会宣远 所以我很需要这个休足时间 尤其是日本买休足时间 是非常的便宜 所以呢 我是买了很多的 告诉大家有多少 一包啦 两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六包 还有两包是特别的 是贴脚板底的 那这款呢 就是贵一点点 所以我只买了两包 那 因为其实 之前也有用过 我觉得是 凉浸浸浸 挺舒服的 所以我就继续买了 不用说啦 你看到我买这么多 就知道我 我很喜欢啦 好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对于我刚刚介绍的 Anna Louisa色品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按入info box下面那条链 就可以去到官网选扣的啦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这条影片 你记得给我like我啦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开小铃铛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啦 呸